酒店专业配方 去其糟粕 留其精华 杜绝海量未经 肉保王 卖鸭分 吃起来不上火 不口干 很多人不知道鸭下巴到底应该在哪里买 在冷冻鸡翅 鸡爪的档口都有卖 那么今天我买的是鸭头 从鸭嘴处下刀将其一开二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鸭下巴 经过冰冻的鸭大脑最好是不要吃 会有一股异味 假如是购买新鲜的鸭头 鸭大脑可以保留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一圈骨头切除 否则会非常的容易扎伤牙龈 另外鸭头残留的气管以及食管 都含有大量的粘液 是腥骚味的主要来源 都需要完全的去除 目前的鸭头摸起来还是滑滑的 有很多粘液 我们加少许的食盐 利用食盐的渗透鸭 把血液以及粘液吸附出来 再加入生粉和清水 一道好吃的椒盐压下巴 只有经过这样的处理 才能够达到完全的没有异味 用干净的清水 漂洗两遍之后 再用干毛巾或者厨房纸 将水分吸干 在腌制的时候 才可以更好的入味 接下来我们调配一个杂菜汁 胡萝卜 小葱 香芹 姜 蒜 红辣椒 洋葱 以及10毫升的清水 用破壁机打碎 没有破壁机的 也可以加入少许的食盐 然后再用手挤出杂菜汁 经过过滤 我们就得到了杂菜汁 现在我用文字打在屏幕上 欢迎您截图保存 现在开始腌制压下巴 杂菜汁20克 芝麻酱5克 花生酱5克 南乳汁5克 用于上色真香 小树打1克 它可以让炸出来的鸭头皮脆 古酥 食盐2克 入底味 玉米淀粉20克 搅拌均匀 腌制半个小时 商业版截图 我已经打在了屏幕上 欢迎您截图保存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做一个料头 以及椒盐 把大蒜拍碎 然后尽量的多的碎一些 青红辣椒适量 切成丁 洋葱头 也把它切碎一些 这些是我们等一会儿 用来爆炒的料头 有粉丝私信我 为什么自己做的压下巴 和酒店吃的味道 完全不一样 那是因为市面上 所流通的椒盐 有非常多的种类 其中流通最广泛 也最容易被买到的 就是这种配料 芝麻 花椒 自然 以及这种 以花椒粉为主的椒盐 建议大家购买这种 以辣椒粉 大蒜 洋葱为主的椒盐 不过这一种椒盐 在市面上流通的比较少 下面我们来对 商用版的椒盐配方 来做一个改良 去掉海量的味精 和肉保王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不口渴 然后自制干葱粉 和大蒜粉 取一半刚才剁碎的蒜蓉 用水清洗一下 凉油 小火下入葱蓉和蒜蓉 炸至金黄后 捞出备用 用勺子将油压干净 然后我们开始来制作椒盐 下入食盐5克 将食盐炒至微黄以后 关火冷却至80度左右 下入辣椒面 煸炒出香味 再依次下入沙姜粉 五香粉 2克棉白糖 炸好的蒜末 葱末 以及胡椒粉 翻炒均匀以后 就得到了自制的椒盐 千万不要放花椒粉 炒锅加植物油 烧至五成热 也就是锅边有一点点冒烟的状态 压下巴带骨的一面朝下 不要一股脑的倒进去 否则会有粘连的现象 然后把火调至最小 经过一分钟的低温炸制 淀粉已经基本上完全的糊化定型 用锅铲将有粘连的压下巴划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 锅内的气泡会逐渐的减少 说明压头的脱水已经基本完成 大概需要六分钟左右 然后把压头捞出备用 将火力调至最大 把油加热到210度以上 也就是锅中间的油也开始冒烟的时候 下入所有的压下巴 在升温的过程中 压下巴会吐出多余的油脂 和剩余的水分 有了前期小苏打的加持 这个时候的压下巴 可以更加的脾脆 补酥 同时颜色也会更加的金黄诱人 一分钟后将压下巴捞出备用 将油倒出锅内留底油 下入准备好的蒜蓉 葱蓉和辣椒丁 小火把料头煸出香味以后 转大火下入广东米酒 通过米酒的蒸发 带走料头的辛辣味 下入压下巴和料头翻拌均匀 同时另一只手慢慢的撒入椒盐 让每一个压下巴都均匀的裹上椒盐 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创作的原动力 证人玫瑰手有余香